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共同完成的是看图作文第一篇 面对这一篇看图作文 我们要在写作之前 这期首先呢要进行的是作文前的准备工作 然后呢你才能够左手去写它 那么我们的六步当中的前三步 基本上呢就是给同学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作文前的准备过程 那好请你跟着我进入这几步去做准备工作吧 首先呢是第一步 请看一看题目要求 在这一步里边我们呢将从四个角度呢来看 那么把这四个角度呢说成是四看 四看的第一看是什么 第一看呢我们说是看标题 我们看标题 并不仅仅是读一下标题就算是看了 而是要通过看标题 我的好朋友 来确定这篇文章是写人的继续文 还是让我们把它写成写式的继续文 或者呢 也可以说是节物的继续文 还可以说是写景的继续文 那么要由我们通过来看题 来把它弄明白 那么我的好朋友 中心词呢在好朋友 那么既然是好朋友呢 它指的是人 所以说我们这篇文章比较适合写成特重写人的文章 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有没有什么范围上的限制 这个范围上的限制呢 通常是有时间范围呀 比如说公园的早晨 早晨是时间范围 还有呢地点范围 公园的早晨 公园就是确定地点的 限制的地点是在公园 那么还可以有数量范围 比如说一件小事的一件 就是数量范围 还可以有呢是所属关系的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 不是妈妈的好朋友 也不是爸爸的好朋友 而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这个我呢可以说在范围上已经有了一个限制 然后呢我们就要再看 是不是有一些重点词语 这个重点词语呢 是在全文当中必须要体现出来的 而且呢 而且呢要重点体现出来的 叫做重点词语 比如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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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